你好,我是库伦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啊,咱们说到了这个嘎尔丹侧灵死了以后 这国呢,他不可一日无君,草原上啊,也是同样,他不可一日无寒 于是就按着草原上的法典,那个次子,也就是嫡子啊,侧望多尔记,纳姆扎勒,继承了寒位 做上了下一任的准嘎尔大寒 真的假的呀,不在咱们讨论范围之内 反正呢,这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说这孩子继承了寒位之后啊 荒云无道,虐待百姓 有人就说了,那你怎么敢称呼这些大寒为这孩子呢 哎,那就对了,其实啊,这大寒继位的时候也不过才13岁 如果呀,对他的传言呢,都是真的,那我倒是挺佩服这位大寒呢 13岁就能落一个荒云无道的罪名,这也算得上是格色的本事啊,它另弓劲儿 积起民分不要紧呢,这屁股底下大寒的位置啊,算是坐不稳了 于是啊,就被这个部众抠瞎了双眼,被流放到阿克苏 就在阿克苏啊,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那自然了,这大寒的位置还是不能空缺 于是啊,这大家伙儿啊,就把他的哥哥喇嘛达尔扎又立为了大寒 这喇嘛达尔扎啊,在位时期,在政绩上可圈可点 外聚沙俄是内核大清 继续呢,走他爸爸的政治路线 和这个大清啊,修好 该朝贡的时候啊,朝贡该护士的时候护士 但是啊,这喇嘛达尔扎啊,他性格上也有弱点 什么弱点啊,性格暴虐,比较试杀 而且啊,处处都效仿中原帝王 手底下的这些太际宰丧们啊 见着他之后啊,都要行跪拜礼 并且啊,处置人呢,都在谈笑间 本来呢,是个粗人呢,还总喜欢玩权谋这一套 这时间一长,这手底下的人呢,干脆就是受不了 您还记得,联合闹市把他弟弟那个大汗拿下的两个胎记吗 对了,一个啊,就是阿姆尔萨纳 另外一个就是达瓦奇 这两个人一看呢,这样可不行 本来是啊,联合诸部啊 另立新军就想控制个傀儡大汗 本来啊,觉得这大汗呢,头脑简单,挺好控制的 可是谁成想啊,这喇嘛达尔扎呀 狗场鸡就竟整着洋事 不知道从哪儿啊,学来这些全谋之术和这些啊,繁杂的礼仪 这达瓦奇呢,想的比较简单 哎,你能做大汗呢 大概其,我也能做大汗 咱们俩人,他关键呀,都姓绰罗斯 都是本部啊,正宗的胎记 我要是把你弄死了啊,可能在法礼上啊,还算说得过去 于是啊,他就找到了他的好搭档阿姆尔扎那商量 这阿姆尔扎那呀,他想呢,跟这达瓦奇可不一样 因为啊,再把这个草原法典重新写一遍 他也当不上这准个二部的大汗 即便是造反能够成功,自封为大汗 也没有胎记和这个宰桑支持 那么他到底想不想做大汗呢 要说这事啊,他比草原上任何一个人都想做大汗 他的野心呢,就有如天那么大 他这一生的政治目标啊,那就是想做大汗 那他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啊,把墨西蒙古准干韩国 这一滩浑水啊,是越搅越浑 虽然呢,他跟这个达瓦奇啊,有政治上的联盟 已经啊,把上一人大凡,侧望多尔基,纳姆扎勒呀 成功的赶下台了 并且啊,还够狠,废为数人,挖去双眼,流放边疆 所以说呢,他从骨子里啊,看不上达瓦奇 他说这达瓦奇啊,只不过是自己手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政治联盟 于是他给这个达瓦奇出主意 他说这么着,咱们呀,先别着急的呀 自立为大汗,弄巧成拙呀 别的太极宰桑顾服啊 搞不好咱俩就把这脑袋玩丢了 咱们呀,还是扶持他们一只人出来做大汗 咱们在后边啊,操控这只傀儡政权 不还是吃香的喝辣的吗 而且呀,还避开了这风口浪尖 这达瓦奇一听啊,也对 那扶持谁呢?干脆呀,咱们就扶持这大汗 盖尔丹侧灵的三儿子 哎,侧望达食 这二人呢,一拍大腿就算是商量妥了 于是二人分仇,各自筹划 谁想啊,漏了风声 这个消息啊,就传到了喇嘛达尔扎的耳朵里 您想啊,这大汗他能乐意吗 就达尔扎那脾气,生性暴虐呀 从嘴里啊,就资出一个字 杀,这二人呢,得着信以后啊 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跑 往哪跑啊? 这二人琢磨了半天呢,就只有往一个地跑 哪啊?哈瑟克 那可是啊,这回部控制的地区 虽然呢,这连年和准改二部发生战争 但是准改二韩国呀,一口又想吞并哈瑟克呀 可能还是个难事 于是这二人呢,就跑到哈瑟克呀,躲了起来 您想这大汗喇嘛达尔扎,他能玩得了吗? 一面啊,在这个伊犁本部处理了准备叛变的弟弟 您说这个弟弟他有多冤吗? 这侧望达尔,自己啊,可能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做大汗 他关键是啊,自己这大汗呢,一天也没做上 哎,脑袋就玩丢了 处死了弟弟之后啊,这喇嘛达尔扎一天都不肯停息 直接就提了三万精兵 跑到这哈瑟克呀,讨逆要人 这哈瑟克呀,多年以来和这准改二部就是世仇 常让这帮蒙古人欺负 这喇嘛达尔扎呀,哎,城外要人 这哈瑟克呢,笼子宰猪根本就没听得哼哼 你要找人呢,你找吧,反正你别杀进我的地盘 攻进我的地盘啊,咱们就开战 最后这喇嘛达尔扎呀,也是无功而返 只好愤愤的带着他的三万蒙古骑兵回到了伊利本部 要说这样的阿姆尔萨纳和达瓦奇 你们俩人呢,就在这哈子赫忍了 苟着点儿,别出来了 哎,不见,就在康熙十七年的秋天 这两个人啊,带领着一支青骑兵 趁着夜色偷偷摸摸的就摸回了这个伊利本部 就在十一月二十七日 这支青骑兵啊,还就真攻进了伊利本部大汗的城寨 要说怎么这么容易呀 嗨,那还用问吗 肯定是这城中有内应啊 仓皇之舰喇嘛跟二渣组织抵抗 这和尔大汗万万也没想到眨眼之间的 这叛军已经到了眼巴前了 对面呢,就冲来了一匹战马 这战马上端坐一人 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表哥 那个叛贼阿姆尔萨纳 这阿姆尔萨纳呀,一手持弓一手持剑 只听啊,巴达一声弓弦 想一剑就射中了大汗的哽嗓 这和尚大汗喇嘛打耳扎呀 哎,这下子算是彻底的去见佛祖了 那这么一来就算是叛乱成功了呗 那么这阿姆尔萨纳和达瓦奇 这哥俩那谁来做大汗呢 这达瓦奇呀,早就盘算好了 转过头来呀 就要和这个阿姆尔萨纳拔刀相向 两个人呀,要掰背手腕来决定谁来做大汗 可是啊,出乎他意料的是啊 这阿姆尔萨纳呀,非常客气 大哥,这汗味呀,还是您来 哎,这达瓦奇可就纳闷了 这不是天上白捡了一个汗味吗 那么这阿姆尔萨纳,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早就琢磨过了 他想啊,我可不是正宗的这个准嘎尔布台阶 我可不是威拉特 我是厄鲁特蒙古 言然嘛,这阿姆尔萨纳呀 他是这个厄鲁特蒙古灰特布的台阶 是啊,这个策望阿拉布坦的外孙 根据这准嘎尔韩国的法典啊 他是永远不可能坐上那个大汗之位的 那么刚才咱们不是也说了吗 他想不想坐大汗呢 哎,他非常想啊 不过呀,这会儿他心里明白 还不到时候 因为准嘎尔韩国这滩水呀 搅和的还不够浑 所以呀,他才苟着点 向这个达瓦奇示弱 不过呀,他可是有条件的 这大汗呢,让你坐 可是这个利益呀,咱们得平分 这达瓦奇一听啊 没人跟自己抢这个大汗之位 他高兴了 他跟这个阿姆尔萨纳说呀 兄弟兄弟,这都好说好说 等我做了大汗之后啊 你想要多少人 我就分给你多少牧民 你想要哪块草场 我就把哪块草场给你 于是就在乾隆十七年的年底 这达瓦奇呀,自立为寒 成了这准嘎尔布的继任统治者 那么这庆功酒啊 联合了几个月也过去了 这登基大典也完事了 哎,咱们是不是该捞干的说了 很显然的 这达瓦奇能成为大汗 阿姆尔萨纳呀 肯定是第一功臣 这达瓦奇呀 就说了 哎,兄弟 你看上哪块草场来呀 你跟哥哥说 哥哥绝不打杯 阿姆尔萨纳也不客气 跟这个大汗说呀 我呀 就看中了塔尔巴哈台那块牧场了 这达瓦奇听完之后啊 就吸了口凉气 为什么呢 因为那块牧场啊 是整个准嘎尔韩国最肥美的一块牧场 那么挺大的韩王 这话既然是说出来了 不能往回做呀 于是 还就真把这块牧场赐给了他 可是咱们都知道 我这人心不足的蛇吞象 再者 阿姆尔萨纳 窥视着韩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于是他一边培植自己的势力 一边抢夺地盘 他心里就是想啊 早晚有一天我要取而代之 话说呀 这时间就到了乾隆十八年的十月 那年啊 功力算呀 应该是1753年 这大汗达瓦奇呀 正在这个大帐汁中饮酒 烤了一个羊腿呀 倒上了一杯马奶子酒 自针自饮 看着歌舞啊 他正乐着呢 这会儿啊 就有人通报来了 说使臣来了 大瓦奇说 什么是使臣呢 这侍者回禀说呀 是这个阿姆尔萨纳手下的使臣 这大汗一听啊 这个气就别提了 你说你呀 是我手下的一个太极 你派人到我这来 怎么还敢自称是使臣呢 那这么一来 你和我的地位不就拉平了吗 谁让他们的联盟还存在呢 这大汗呢 也只能是暗期暗变 把他叫进来吧 这使臣晃晃当当进了大战啊 对着大汗呢 也没有什么礼貌 只是简单的给达瓦奇行了个礼 然后就说呀 我们太极呀 给您写了封信 您瞧瞧 这大汗达瓦奇呀 他更是不耐烦 翻眼看了看这个使臣说呀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那这使臣更是不客气 哎 跟这个大汗说呀 我们太极说了 打今儿起呀 这韩国的草场啊 咱们一家一半 从伊犁王北到阿尔泰山这个地区啊 就归我们了 这大汗您的牧民牲畜啊 只能在伯罗塔以南的地区放牧 咱们呀是互不侵扰 您要是有牲畜跑到我们这边啊 是来一只我们吃一只 来一双呢 我们吃一对 您呢到时候可别怪我们 这大汗的一听就算了 去你奶奶个爪去吧 当场啊 就拒绝了使臣的无理要求 也就是从这茬开始啊 这达瓦奇啊 和阿姆尔萨纳的联盟啊 算正式宣告破裂 这互相啊擦枪走火 小规模的武装摩擦就开始不断 这事态啊 一直持续到乾隆十九年 这达瓦奇想啊 不灵 我这大汗呢当的太憋屈了 卧榻之策 怎容他人酣睡啊 于是啊 就亲率大军渡过了 阿尔奇斯河这逆贼啊 才要讨伐 逆贼 阿尔奇斯河这逆贼